2020年7月的一个夜晚 上百名鹤枪实弹的多伦多警察 突袭了万景市的一处豪宅大院 这个物业看上去只是一栋民宅 因为装修复礼堂皇 里头页页声歌 所以引人侧目 而警方此次大动干戈 却是因为实锤了其中 经营着一个豪华的地下赌场 突击势如破竹 一位神秘华人富商 在加拿大晋级赌亡的故事 眼看就要浮出水面 而这样一次雷霆出击 一举捣毁猖獗的地下赌场 赢得市民满场喝彩的开局 却突然出现反转 办案人员最后是灰头土脸草草结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 涉及金钱权力阴谋 警察与黑势力之间的缠斗 如果拍成电影的话 简直可以把007皇家赌场 纸牌屋无间道的情节 加到一块 上面还得撒一把 Crazy Rich Asians的调料 故事由警察重装突袭 作为惊险刺激的开局 中断各种反转 最后的结局 却是一个闹剧般的 警察与小偷 事件进展 转弯力度之大 怕是把围观群众的脑子 都要给甩飞出去了 那么就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让咱们来一窥 什么叫做富豪们的生活 咱普通人是想象不到 事情要从2013年左右 多伦多地产圈的一位突然出现的神秘富豪说起 这位富豪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接连买下了多伦多附近 包括豪华公寓 乡间别墅 高尔夫俱乐部 以及星级大酒店在内的多处房产和土地 报道称 在他名下的房产就有20多处 也有说是50多处 反正很多就是了 土豪出手之阔绰 成交量之巨大 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折舌 神秘富豪给业界留下的 印象比较深的两笔商业地产的交易 一个是7500万加币 与商业伙伴一起购买的 万景的酒店 Edward Hotel 另外一个 是5000万加币收购 多伦多北部 Stuffville一处 92英亩的土地 用于房地产开发 有关这位一致千金的华人富商 在媒体和网上能查到的信息 不是很多 M2根据加拿大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 以及Toronto Life杂志等媒体 以及网上的信息 大概勾勒出了富豪的轮廓 他叫韦韦 来自中国安徽合肥 2004年以前 在肥东水安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 后来一跃成为了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2010年前后 韦韦与老婆和女儿 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加拿大 值得一提的是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 在2019年的庆祝大会上 现任董事长两次重点提到韦韦 作为该集团公司创始人的贡献和地位 可见这位韦总 更像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浪潮里 一位功成名就 套现隐退的赢家 并非什么积极无名之辈 韦总移民加拿大时 只有40岁出头 貌似没有退休的打算 反而 她跟太太一起注册了多家公司 想要在加拿大 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除了豪宅地皮商业项目买买买之外 我们也能看到 她在一些彰显身份的社交场合亮相 比如 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加的 给自由党筹款的活动 在加拿大选举局 能够查到的 维维给自由党的三笔捐款 其中一项是2016年5月 捐款551加币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 这区区500多刀 亿万富豪 这怎么拿得出手的 其实啊 在加拿大 为了防止竞选舞弊 法律上给的上限 是捐款总额 不能超过3300加币 这也算是点到为止 心到佛之的政治现金吧 当然最重要的是参与嘛 或者说是合影 在加拿大跟总理合个影 按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总有很多侨领的 对此是趋之若鹜 图个什么呢 懂得应该都懂吧 不懂得也没关系 咱们回到案件 维总在一通买买买以后 看上了一栋 位于万景的大宅 这个房子 整个占地面积达两英亩 室内面积也有 两万平方英尺 房子里面是那种 让人走着走着 都会迷路的那种 总共有53个房间 包括16个卫生间 两个超大厨房 室内室外两个游泳池 内部还有一部专用的电梯 室内外的停车位 一共是24个 就是这样一个 已经是豪宅中的豪宅 也没能让维总满意 或许人家是项目经理出身 看到建筑就难免计压 在完成了房产交接手续之后 他并没有搬进去 而是马不停蹄地 开始了大规模的装修 在提交的改建计划中 有一项非常引人注目 那就是他要求装一个 每天能处理 12700升污水的化粪池 这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说 按照一般人的排量 这化粪池 够120个人日常使用了 由于这个要求实在是离谱 万景氏否掉了他的改建申请 拒绝给出施工许可 谁知伪总的确是神通广大 居然把申请递到了安省省政府 并且花了两年半的时间 拿到了批准手续 这差不多是安省有史以来 最大的民宅装修工程 而排屋系统 是按照酒店的规模来进行规划的 一个私人住宅 为啥要搞一个商业污水处理系统 为总一家总共几口人 难道还怕用爆那16个厕所吗 拿到这个许可以后 主人找来了公司对大宅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装修 不仅是名家设计 而且使用的材料更是做到了顶级奢华 天然大理石铺就楼梯 栏杆镀金 雪松石木打造橱柜 瓷砖意大利进口 为总买下这处房产花了近500万加币 而整个四年下来翻修的花费 少说也得三四百万吧 加上多伦多地区的房价飞涨 说这是一栋千万豪宅 一点都不为过 除了这些个亮瞎眼的土豪风之外 最显眼的是门口摆放着一对 东南亚运来的全铜铸造大象 咱们中国人一般喜欢放石狮子镇宅 放一对大象是几个意思呢 从风水方面来说 这里面隐藏着门道 水就是财 而象比吸水就有了集水纳财的寓意 而且象跟象协议 代表着吉祥如意 一般来说这种雕刻的招财大象 一般象牙都比较短 象鼻低垂 看着有些憨厚可爱 也称为吸水大象 但是围总这栋豪宅门口的大象 却高高地仰着头 象牙又尖又长直冲门外 这种大象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破财大象 是用来做散财风水局用的 那么什么样的地方 会想要进来的人破财呢 给大家三秒钟来猜猜看 对了 就是赌场 只有赌场老板才会希望 每个进来的赌徒 都输得一干二净两手空空 这也就是说 维总的这个千万豪宅 根本就不是家居自用 从一开始 就是奔着开赌场去的 之所以要修那么大的排务系统 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这么一个地方 风水先生可能一眼就看出来 主人要干嘛了 警察和周围的邻居 却被蒙在了鼓里 一直以为 这只是个有钱人 喝酒聊天抽血家的 乡村俱乐部 事实上 这个赌场也的确 以乡村俱乐部的名头 在2019年11月 挂名麦肯齐5号 私人会员俱乐部 正式开业 多伦多各界名流云集大宅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 集围酒party 美酒美食 极尽奢华 有人看出了 韦总的野心 多伦多赌王 即将亮相 电影里 肮脏阴暗 乌烟瘴气的 唐人街地下赌场 一去不返了 韦爷咱推出的是 豪华高端 宛如007电影里面 皇家赌场那样的 高端局 可是不管如何高端 如何豪华装修 来客多么的有钱有势 都掩盖不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 非法赌场 看到这儿啊 很多小伙伴 可能跟我有着一样的疑惑 加拿大的赌场有很多啊 那么多的casino 都堂而皇之地开在那儿 赌博明显合法呀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 非法赌场存在的市场呢 这里多说几句啊 加拿大 加拿大在开赌场这个问题上 态度奇葩又矛盾 根据现有法律呢 赌博是一项非法活动 哪怕几个朋友在家打麻将 输赢个几十块钱 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 如果真有人举报给警察 也是可以开罚单的 但是在赌场里头 你说到内裤都不剩 也没人管 换一句话说呢 开赌场这事 就是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可就是这种国营赌场 奉旨打劫的 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赚 甚至还可能亏损 首先啊 拿到合法牌照的赌场 不仅要向政府缴纳重税 还必须强制捐款给学校 或者一些非盈利组织 这个比例 甚至可以达到赌场收入的 一半以上 接受捐款的组织呢 还会不定期的派人 来赌场进行监督 就是看里面的收入 是否有所隐瞒 另外啊 赌场所在的市政 也要从里面分走一杯羹 那这样一来 就算赌场是偷肥猪 也经不起这么多刀子来回哥 不堪重负的老板们 要么转战其他行业 要么就如同魁省一般 干脆卖给了政府 我不陪你们玩的还不行 这也就解释了 地下赌场兴起的原因 前面说了啊 赌场税收 不仅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还养活着各种各样的 慈善机构 学校 甚至是警察局 那这种好事 岂容地下小赌场燃殖呢 因此警察和税务联手 多次重点打击 而地下赌场这个生态圈里 不管是庄稼还是赌客 华人都占比极大 说回伟爷和他的 麦肯齐五号私人会所 其实啊 就是地下赌场里面的高端局 不仅能够提供轮盘 百家乐 德州扑克等高赌注游戏 还配有几十台老虎机 里面还有多个 只提供给VIP客人的包房 据说光是门槛就要两万家人 客人们一掷千金 伟爷提供的服务 自然是毫不含糊 豪宅里有一个 恒温恒湿的地下酒窖 里面藏着上千瓶好酒家酿 总价值超过一百五十万家币 房子里的两个大型厨房 明厨坐镇 食材精挑细选 在每日菜单中 不仅有花椒聊参 还有被加拿大政府 明令禁止的鱼翅 美酒美食齐活了 当然少不了美色 在麦肯齐五号会所开业之前 就有人看到 他们在多伦多当地 几个非常大的中文网站上 打出了招聘广告 以高端会所 市场营销公关为名 专召年轻女性 不仅要求相貌身材俱佳 有良好的交际能力 还特别强调 在校女大学生也可兼职 在豪宅装修的图纸上 也能看到 有几个房间配备有按摩浴缸 且隔音良好 好嘛 那这黄和赌都有了 另外一样也不能落下 不只是麦肯齐五号 这样的超豪华会所 根据警方披露 很多中低党地下赌场 也会跟赌客们提供 成瘾性药品 从软性的叶子 到鸦片类的阵痛剂 再到白色粉末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精神兴奋 能够不知疲倦地 熬战通宵 为了让客人们 赌得安心玩的放心 韦爷还专门成立了一支 自己的安保团队 不仅在大宅内外 都安装了高清360度 无死角监控系统 聘请了好几名退役的 重量级摔跤手来看场子 大宅里头 还存放着包括 半自动步枪在内的枪支 以及大量弹药 感觉整个麦肯齐五号里的 所有配备 都是在跟007里的 皇家赌场看齐 韦爷的这个地下赌场 准入门槛极高 不仅要有钱 还需要有人介绍才能进入 尽管如此 这里依然是门庭若市 不管白天黑夜 门口内20多个车位上 都停满了豪车 韦爷开赌场这个事 在华人社交圈里 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一位参加过会所 开业典礼的人 曾经对媒体透露 那场开业party 不仅是花天酒地 美女如云 在宴席结束之后 韦爷手下 当场就抬出了一张 香精赌桌 邀请宾客们 来了一场好赌 这个赌场 一开就是半年多 期间是顺风顺水 没有任何人去举报 本来能够一直开下去 赚个盆满钵满的 没想到最后 却栽到了一桩 小小的噪音投诉上 2020年5月 多伦多连续爆发了 新冠疫情 政府出台严格的防疫措施 学校停课 商店关门 聚会也有了人数限制 那些有执照的合法赌场 都被要求关闭 而韦爷的地下赌场 生意却似乎没受影响 人来人往 路易不绝 每天都有大型冷冻卡车 送来各种海鲜 水果 肉类 啤酒 户外的游泳池 更是白天黑夜 都有人在里面 细水嬉戏 虽然大宅周围 并没有太近的邻居 但是住得稍远的居民 听见这夜夜声歌 也是各种羡慕嫉妒恨 当然最担心的 就是引发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于是就有人 向所在的约克警局 打电话投诉大宅 噪音扰民 接到投诉的是一个 叫做Michael Slack的 50多岁老警察 在警队工作了32年 之前一直在重案组 负责调查 有组织犯罪 现在快退休了 才调到这个 相对清闲的位置上 因为跟黑帮 打过多年的交道 也有查封地下赌场的 丰富经验 警察大叔看出这个好债 肯定不简单 在自己专门开车探访之后 他果断上交了一份报告 归纳成一句话 赌场大鱼 一捞一碗 可这看着简单粗暴的行动 做起来却是一波三折 一开始 约克警局以人手不够 证据不足等理由 反复拒绝对这间豪宅进行调查 要证据 这还不容易 警察大叔曾带领手下 查查过三十多个小赌场 发现好多都跟伟爷的 麦肯齐五号 有着某种联系 这个豪宅赌场 好像是一个 重心捧月般的存在 警局同意 先在伟爷大宅门口 设卡 查酒驾 结果是一查一个准 几乎所有从大宅party出来的豪车司机 身上都有着浓浓的酒气 对于盘问的回答也都很一致 去朋友开的俱乐部里面打了个牌嘛 陆陆续续的盘查了快两个多月 警察大叔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 证明豪宅内不仅开设有非法赌场 还涉嫌贩毒卖淫 以及藏有大量无证枪支弹药 面对如此多的证据 警局最终批准成立了一个 由92名警员和32个调查员 组成的超大行动队 也许是从漫威电影里得来的灵感 这次查抄被命名为 终局行动 Project Endgame 伟爷也升级成了伟灭霸 终局大战 一触即发 突袭大宅的时间 原本定于2020年7月的一个下午 浩浩荡荡的人马 准备好要出发了 就在这么一个 健在弦上的关键时刻 行动却被紧急叫停 原因是负责监视的警员发现 在豪宅游泳池旁 正在举行一个家庭烧烤聚会 还有好几个年幼的孩子参加 这些家长们 也是伟爷请到赌场的客人 警方担心行动会给孩子 造成心理阴影 抓捕赌客的过程中 也许会伤及无辜 于是临时决定改期 这起变故 让警察打出气的 是血压都升高了50度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所以只能忍了下来 时间改到了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这次倒是进行得非常顺利 几十名鹤枪实弹的警察 从大宅的前后门同时攻入 只用了几分钟时间 就控制了局势 不仅逮捕了正在里面 豪赌的20多名赌客 还一并靠走了 十多个工作人员 警察在大宅里搜出了 一百多万加币的陷阱 十一支枪 大量未经药品 未经食品简易的肉类及海鲜 能堆满整个篮球场的 专业独具设备 还有一头真的北极熊标本 不过警察找遍了楼上楼下 也未能发现伟爷 后来通过赌场一位管理层 交代才得知 伟爷一直都是过来 打理完生意以后就走 从未在这栋精心装修的豪宅里 住过哪怕一夜 之后警察在多伦多望市的 另一处地址逮捕了他 对他提出了非法经营赌场 涉嫌洗钱 非法持枪 持有巨额犯罪等等 一系列指控 行动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 警察大叔在豪宅门口现场 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他通报了收缴来的成果之后 不仅发出感慨 查抄了半辈子的地下赌场 这个房子里的奢华程度 还是令他吃惊 按照一般作案故事的节奏 说到这 下面的情节就是 法官雷霆一怒 伟爷认罪成为阶下球 而事实并没有如此 其就其在 在赌场被查抄后 一直没见到检方起诉 2021年5月13日 突然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多伦多检方宣布 撤销了对伟爷的 所有刑事指控 仅仅要求他签署了一个 未来两年 不会踏足非法赌场的保证书 这已经不能用 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了 根本就是连一丝毛毛雨 都没落下来 对此警方也有专门的 新闻发布会做出了解释 因为在搜证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被对方请来的牛逼律师 抓着了把柄 不得不对伟爷撤销了 所有的指控罪名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规范操作呢 发言人莫棱两可支支吾吾 不过这当然难不住 那些神通广大门路齐全的 小报记者们 没过多久 他们就陆续曝光出了 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 内部信息 总结出来 主要有三条 一条比一条猛 第一 警察在搜查伟爷的住所时 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一份 他跟律师签订的聘用协议 并且拍照留证 根据加拿大法律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信心 是受到保护的 未经许可 第三方无权观看 更别提拍照了 第二 警方在伟爷的卧室里 发现了一个枪套 跟赌场里面发现的 手枪型号是相符的 因此就成了 他非法持枪的重要证据 但是在现场拍摄的照片 和视频却显示 警察第一次进入伟爷的 豪华公寓搜中的时候 现场并没有发现这个枪套 17个小时之后 第二次搜证的时候 突然就有了 这个凭空出现的枪套 让伟爷的律师相信 这很有可能是警察 故意从赌场的重物袋里 拿出来 放到他的住所的公寓 进行栽赃 目的呢 就是要把他跟赌场的 那些枪械联系到一起 而枪套和手枪配套的 这么个灵感 也许是来自于 新普森案里那双 分隔两地的手套 警察为办成铁案 故意栽赃 这听起来算是 离谱的天花板了吧 嘿 别忙 这最后一条啊 更加劲爆 第三 参加搜查的警察里 出了一个手脚不干净的 害群之马 居然顺手牵羊 偷走了伟爷的两块名表 证据呢 也是来自于警方 自己手头有的证物 在最初警察进入现场的 照片和视频中 明显可以看到 卧室里有两块奢侈手表 床头柜上的摆打斐力 和抽屉里的一块 金色的机甲 可是在第二天 搜证结束之后拍的照片中 这两块表却不见了 对此警方那头坚决不认 表示这两块表 从来就未标记成为证物 事发后 对证物室也进行了 多次的彻底搜查 但是都没有找到 所以不属于保管不当 但是呢 他们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这两块表 会在搜查过程中失踪了 其中的百搭斐力 是伟爷几年前 在法国花30万欧元购买的 而另一块机甲 则是从香港拍卖行 以15万美元的价格收入 两块表的总价值 超过了50万加币 哪怕是资深警探 也要不吃不喝五年 才能买得起这样两块表 更别提出出毛毒的小警察了 于是伟爷的律师称 肯定就是有人见钱眼开 来了一个警察变小偷 但是具体是谁呢 要知道 这可是安省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一次查抄行动 前后有超过100名警察 参与其中 大多数都没有携带 损失的市场头 对这些人挨个问一遍 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何况里面 还有不少是身经百战 有丰富的侦查与反侦查 问询与反问询经验的老警察 要揪出这里头的害群之马 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在查抄的第一时间 就关闭了整个赌场的监控系统 让本来可以用视频说话的事 变成了一摊 谁也说不清楚的烂泥 于是警局方面调查了半天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那两块表也一直没能找到 这又是违规取证 又是涉嫌栽赃 还牵扯上了坚守自盗 这一套下来 约克警局简直是丢脸 都丢到了姥姥家 于是最后 只能选择放伟爷一马 两边扯平 这一出闹剧 难道真的是有警察 贪赃王法偷走手表吗 还是警队里有卧底 故意搅局给警方难堪 以放弃对伟爷的指控呢 事情真的不能简单的下结论 不管是百搭斐力还是基家 每块表都刻有专属的序列号 这会直接让销赃的难度大大增加 不仅一般的典当行不敢收 而且很容易在估价的过程中 就被人举报而被抓获 就算真的有黑警 想要在查抄过程中做手脚 那么他们的选择 也是现金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由于地下赌场 通常都伴随着成瘾性药品 出于公共健康考虑 收脚的脏款 并不会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 进入国库 回到市面上流通 而是会在拍照登记入库以后 全部进行销毁 多年前 魁省就侦破过一起案件 就是由警员 在这个入库销毁的过程中 用假钞替换了真钞 反正都是复制一句 罪证权无 捞一笔试一笔 直到那个假钞团伙 被一举剿灭 才顺藤摸瓜 揪出这个警局里的败类 相比之下 偷表不仅风险大 性价比低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 但是如果从整个事情的结果 来反推原因 那么这个看似雷人的偷表 就有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只有在这样重磅的丑闻掩护下 韦爷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以这个警局有内鬼为前提 仔细再看一遍案情呢 也许就能发现更多藏在细节中的魔鬼 以伟爷投资移民的背景 他的巨额资金怎么来到加拿大 开地下赌场还如此的高调 经营那么久还没人管 警察在动手之前要查好几个月的客人车牌 第一次查抄被突然叫停 在这儿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测 伟爷也好 豪华赌场也罢 莫非说只是个前台的白手套 而背后另有大人物 全市大到了 连多伦多警局都要忌惮三分的程度 可是却遇到了那个较真儿的警察大叔 又撞上了疫情防疫政策 为平民愤的警方不得已 要做出一个查抄地下赌场的样子来 但是之前也是做足了准备 不仅是摸清了里面客人的背景和来路 为了避免在行动的时候 大水冲了龙王庙 还一定要选一个最佳的时间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要来唱一出捉放槽 多伦多警方在这次事件中 足足地丢尽了面子 此后伟爷不知去向 有人说他回到了中国 而这么一趟折腾下来 华人爱钱好赌的刻板印象 在加拿大社会中怕是更加家喻户晓 其实很多海外华人 因为语言能力不足 无法融入当地的娱乐生活 而赌博是没有语言界限的 只要你知道规则 坐到桌子前就可以开局 当然了 也不排除任何赌徒 都抱有一夜暴富的梦想 而梦想毕竟是梦想 中国有句古话 小赌一情大赌伤身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大家还是引以为戒 感谢收看MR档案 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频 我们搭建了新的背景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建议 欢迎给我们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